方法一 水培法 准备一个塑料瓶或者是玻璃瓶 把香葱放入瓶中 在里面倒入少量的清水 水位只要没过香葱的根部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保存香葱很长时间不变黄 但是要注意一点 水培香葱水容易发臭 所以我们最好每隔两三天换一次水 方法二 土培法 只需要将香葱种植在花盆里面就可以了 每次吃的时候 将上面的叶子摘下来直接食用 而且摘掉叶子的香葱还会继续生长出来 方法三 冷藏法 把买回来的香葱清洗干净 瀝干水分 然后把它切成平时切菜所用的大小 用保鲜袋装好 放在冰箱冷冻室保存 因为香葱已经晾干 放冷冻室不会粘在一起 等到使用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就可以用了 和新鲜的一样好用 好 好 感谢观看